请节目掌声鼓励 基隆市长牛昌将这一面 搭造成超过80年的秀庄老店所制作的今年秀旗 颁赠给基隆俱乐社一组 感谢基隆俱乐社一组 长年为保存北馆音乐及培育人才的努力 除了表彰俱乐社一组在文化传承的成就 也希望大家共同参与 把基隆城市文化代代传承下去 在基隆的城市文化里面 北馆的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百年的一个传承 过去不管是在中元祭还是庙会的祭典 甚至是在我们民俗的活动 还有长民的生活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百年下来基隆传承不坠 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 在108年的时候 基隆市政府也已经正式把 北馆的一个音乐 把它变成是列册的 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样的文化传承 那在今天特别 透过非常精致的秀琪的一个制作 来表彰我们俱乐社一组 他们在进行文化传承上面的一个成就 以及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为了帮助事业西情王爷祝寿 基隆俱乐社一组在韩光厂举办盛大的音乐活动 并展现传席课程成果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市议员庄隆青同志委 及谢金云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谢国良等人也都出席 肯定俱乐社对传承北馆文化的贡献 这个基隆俱乐社今天在办这个庆祝西情王爷圣诞前丘 然后他们今天用那个排场的成果展 所以因为俱乐社毕竟是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传承 所以特别受邀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 希望说我们这个传承不要让它断层 能够继续的延续来给它更精良的发挥 成立于清朝前锋年间的基隆俱乐社 是基隆福祿派最大的子弟团体 2019年被列为基隆市五行文化资产中的 传统表演艺术保存团体 2020年开始透过与基隆市文化局的合作 进行北馆音乐传承与活化 希望守护逐渐凋零的基隆北馆音乐 基隆市文化局长陈静平 表示基隆俱乐社是基隆少数人持续运作的北馆宣舍 透过传席课程的开设 除了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北馆 也能吸引人才加入 今年参与的一生最小的学员年仅12岁 最老的已经88岁 透过落实保存维护机制并培育传承人才 期盼被外界尊称为传统重金属音乐的北馆 能代代传承下去 记者张琪腾基隆报道